这是一种令江湖人闻风丧胆的兵器 他的名字叫飞龙斩 看起来平平无奇 然而一旦出手 百步之内难逃一死 作为飞龙斩 唯一传人的司马骏 靠着他打遍天下无敌手 本是江湖中人的司马骏 却为了荣华富贵 投靠奸相权王爷 说起权王爷残暴不仁 鱼肉百姓 因此引来很多文人武士的不满 恶人自有恶人魔 权王爷的背上居然长了一个毒疮 此疮让他疼痛难忍 找来大夫却束手无策 眼看毒疮日渐恶化 王爷命人强行抓来太医领班 傅太医 没想傅太医深知王爷的为人 誓死不愿妥协 可王爷使出一招苦肉计 医者父母心傅太医 还是留下来为王爷治病 一看才知 毒疮已深入骨髓 只有长生藤才可以驱毒 否则熬不过七天 说到长生藤十分罕见 而傅太医的好友谭药师 正好有此物 于是傅太医写下一封信 以太子需要为由 要求谭药师同意给长生藤 福晋觉得奇怪 明明是王爷要用长生藤 为什么要说是太子呢 没想傅太医也是一个老实人 说出实情 谭药师 要是知道是王爷要用 肯定不会给 这让王爷很是不快 就当傅太医说出使用方法之后 王爷翻脸不认人 让司马骏去杀了傅太医 就当傅太医走出王府 石杖之后 司马骏拔出飞龙斩 只见嗖的一声 瞬间傅太医就伸手一出 随后王爷把信给了司马骏 命他去谭药师家取回药 还承诺事成之后有重赏 没想司马骏前脚刚走 王府总管江公公 却在背后挑拨 对王爷声称 为了保险起见 不如多派几个高手盯着他 王爷觉得有理就同意了 殊不知 江公公其实是为了争宠 他暗地吩咐几名高手 杀了司马骏 夺回长生藤 回来领工 就这样 司马骏和众高手一同出发了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司马骏把傅太医的亲笔信 交给谭药师 得知太子要用药 谭药师爽快地答应 拿出长生藤 眼看事情就要成了 没想胖子却说漏了嘴 声称王爷要用长生藤 谭药师一听立马翻脸 拒绝交出长生藤 司马骏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硬抢 没想谭药师武功高强 一时半刻 就连司马骏也没有将他拿下 可就当谭药师准备离开时 司马骏甩出飞龙斩 杀了谭药师 夺得长生藤 可回去的途中 一名高手竟然从司马骏手中夺走长生藤 其实司马骏已猜到是何人所为 有如此轻功的 应该是同门师弟阿郎 于是司马骏吩咐其他人 在客栈等候 由自己独自去找师弟 来到师弟家 司马骏看到了师弟母亲拐杖上的小包袱 怀疑里面就是长生藤 一阵假意的寒暄问候之后 师弟阿郎不承认拿了长生藤 没办法 司马骏只得假意离开 当司马骏走远后 阿郎向母亲坦白 是自己拿了长生藤 原来他们家和谭药师是旧食 谭药师的宝贝怎么会出现在司马骏手中 母亲不放心 让阿郎去谭药师家看看 没想司马骏诡计多端 居然没有走 等阿郎离开后 就潜入其家中 想要偷取阿郎母亲拐杖上的包袱 虽说阿郎的母亲眼睛看不见 但听力很好 而且还会无意 他察觉出司马骏闯入房间 于是两人打了起来 然而却倒在了飞龙斩之下 打开包袱 发现并非长生藤 司马骏不死心 跑到屋里翻了个底朝天 最后找到了长生藤 此时谭药师的女儿小丽回家 发现父亲身手异处 听受伤的书童 讲出仇人的名字 司马骏 伤心欲绝的他追出来 想着报仇 在半路遇到阿郎 得知伯父谭药师被害 阿郎决定 助小丽以彼之力 就这样 两人骑着快马 一路寻找 不料在山顶 却看到司马骏 从自家的方向离开 阿郎觉得不对劲 于是让小丽先跟踪 自己返回家中 查看情况 没想却发现母亲 已被司马骏所杀 藏在屋里的长生藤 也不翼而飞 与此同时 高手们终于等到了司马骏 可司马骏却向他们谎称 失地搬家了 找不到长生藤 不如先回去 向王爷复命 然而高手们也不傻 从司马骏的表情 就猜到 他已经拿到长生藤 几人想出一计 由一人假意和司马骏 套近乎 让他拿出长生藤 殊不知 司马骏早有防备 拿出一根萝卜 谎称 这就是长生藤 深夜 魔女莎莎 蒙着面 想要硬抢 他和司马骏 较量了起来 然而却不是对手 只得落荒而逃 胖子趁机 从司马骏的包袱中 拿走所谓的长生藤 可刚到门口 另外两名高手 就将他夺走 胖子不答应 三人打了起来 几人为了领赏 大打出手 殊不知 司马骏 躲在暗处 看热闹 紧接着彻敌 而魔女莎莎 凭着一双魔爪 夺得长生藤 识货的凡哥 看出一场 他妈的 这哪是长生藤啊 这是我们刚才 吃过的萝卜嘛 众人发现上当 立马追击司马骏 路上一名高手 遇到迎面而来的小丽 见他孤生一女子 走在路上 高手色星大起 上前搭讪 小丽看出他 腰间的鼻烟弧 正是父亲的遗物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小丽怒气冲冲 误以为高手 就是仇人司马骏 举起双刀 结果了他 殊不知此时 司马骏已经跑远 可在半路 被阿郎拦住 世母之仇 不共戴天 就这样 两人打了起来 虽说阿郎的铁纸环 练得如火纯青 可师弟 怎么会是师兄的对手呢 就当阿郎 落了下风时 小丽及时赶来出阵 面对两人的围攻 司马骏不再练战 选择了开溜 不久 魔女莎莎也追来 当然也是为了夺得长生藤 三人和司马骏 交战了几个回合 没想司马骏 一个轻功而上 到了高处 紧接着甩出飞龙斩 看着杀伤力 如此害人的兵器 三人有些忌惮 没想司马骏 却趁机逃走 得知莎莎的目的是 要夺得长生藤 而小丽和阿郎 则是杀掉司马骏报仇 他们三人决定联手 各取所需 然而司马骏 在回王府的路上 又被一名高手偷袭 落了马 高手夺得长生藤 骑马准备逃走时 没想司马骏 挣脱束缚 使出飞龙斩 瞬间结果了高手 就这样 司马骏再次夺得长生藤 这时 天空下起了大雨 司马骏跑到附近的破庙避雨 殊不知 几名高手早就埋伏在此 出其不意 偷袭了司马骏 面对高手们的逼迫 司马骏把长生藤 扔进了火堆里 高手们见长生藤被烧 无心再战 只得离开 莎莎把长生藤被烧的消息 告诉了小丽 小丽直户上当了 原来长生藤 本来就是要烧成炭 才能使用的 果不其然 当众人离开后 司马骏返回破庙 收集起了长生藤的灰炭 等莎莎和小丽三人赶到时 司马骏早已离开 三人决定分头寻找 不久 两名高手在路边休息 看到路过的瑜伽妇女 两眼放光 上前调戏 还好女侠小丽听到动静 为其解围 妇女俩为了感谢小丽 邀请她到家中做客 但被小丽 已有急事在身而拒绝 冤家路宅 阿郎和莎莎 在镇上发现了司马骏 阿郎本想冲上去报仇 但被莎莎拦下 说出了飞龙斩的威力 不如由自己 使个美人技 偷得飞龙斩和长生藤 再动手 果不其然 莎莎的计划很成功 她很快就和司马骏 成双成对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她既没得到长生藤 也没偷得飞龙斩 真是赔了夫人 又折兵 这时 小丽也赶到镇上 于是三人联手 和司马骏 打成一团 可因惧怕 飞龙斩的威力 不敢轻举妄动 就当司马骏 在河边等船时 三人再次追来 近距离交手 面对三人的围攻 水性极好的司马骏 跳河逃走 经历千辛万苦 终于把长生藤 带到王府 就当司马骏 兴高采烈地 准备领赏时 却发现 药粉一杯水打湿 成为江湖 这样一来 药力尽失 汪叶星之 小命不保 一怒之下 命人处死司马骏 可司马骏 武艺高强 哪会束手就停 就这样 司马骏一路开挂 逃出了王府 虽说如此 但司马骏 也从大红人 沦为了通缉范 沙沙阿郎和小力 寻着线索 来到一个渔村 看着渔民撒网 阿郎灵机一动 想出一计 织几张大王 以柔克钢 来破解 飞龙斩的旋转之力 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叫住小力 原来是上次被救的 那对渔家妇女 在两人的帮助下 几人连夜用牛精 织了几张大王 此时 司马骏用重精 买通店家 准备找一艘船开溜 可被店小二偷听到 将这个消息 告诉给江公公 几名高手接到任务 准备出发 却被沙沙拦住 破不了飞龙斩 就拿不下司马骏 几人决定 和阿郎联手 有几名高手 将司马骏 引到事先设计的陷阱之中 面对重高手的围攻 司马骏依然占上风 还秒杀了沙沙 和众人保持距离后 司马骏使出飞龙斩 此物一出 无人可挡 不过一会儿 就将几名高手杀害 阿郎和小丽趁机打开牛筋网 果不其然 飞龙斩撞到牛筋网上 失去了强大的旋转之力 这就是以柔克刚之法 可很快 司马骏就找到破解之法 把牛筋网的柱子砍倒 这样一来 牛筋网就无法展开 在平地上 两人不再是对手 千军以法之计 阿郎和小丽 联手拉起牛筋网 套住飞龙斩 不过几个来回 就成功罩住了两只飞龙斩 名震江湖的飞龙斩竟被一张大王给破解了 司马骏失了神 准备逃 阿郎和小丽捡起掉落的飞龙斩袭来 估计司马骏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命丧于飞龙斩之下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飞龙斩上映于1976年 这是一部少有的以反派作为主角 贯穿全篇的武侠电影 结局却令人大快人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